大家好,我是小婷 今天暴雨一直都没有停,现在都还在下雨 水已经慢到我们这边来了,洪水特别大 他们那边说没办法来处理了,明天早上再来 因为实在是雨太大了 可是现在我们家的猪已经熬不住了 大猪又死了好几头了 我带大家去看看 这头猪已经死了 这头猪是现在大猪里面最活跃的 我爸说起码有220多钟 还有这头猪,我这 现在我这大猪只有2头了 小猪差不多全军覆没了 还有2个在挣扎 这边的2头大猪也死了 还有我给的叶子都没有吃 这就只能等着他们明天来处理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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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也 这边这个小猪也是已经死了 这边这个小猪也是已经死了 我现在不再打卡 真的看着挺残忍,挺伤心的 我们出去吧 他们俩是最厉害的 抵抗力去尝 一点吃都没有感觉 我们出去吧 真的不怕的看了 越看越伤心 现在的暴雨又开始下起来了 然后雪也是涨到 我觉得今天这个雪要涨上来 你刚一次的大雪涨得更厉害 所以说他们没办法来处理 也是很正常的 我们也能理解 实在是暴雨太大了